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方文字幕 李宗盛 没人告诉过你吗 不经允许看别人的东西 是不礼貌的 我错了 对不起 路远 我想跟你谈谈 对不起 我没时间 我也没兴趣 跟你这种人谈 我更想象不出 像你这种人 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呢 有些事情 一个人解不开的 借助一些外力 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谢谢 有什么话说吧 一文 我知道你和星子过得不好 与其双方痛苦 不如离婚 你说什么 你们这样脱下去 早晚是两白俱胜 那这样还不如离婚 都给双方一个 重新生活的机会 陆夕 你是不是疯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你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 是谁吧 我告诉你 我叫朱一文 是陈兴的丈夫 谁跟你这么大胆子 让你跑到这儿来打放决策 劝我跟我老婆离婚 你先冷静点 一个不幸福的婚姻 给双婚带来的都是痛苦 你是一个聪明人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呢 对不对 你们现在离婚 不是为星子 也不是为我 是为你自己 王八蛋 这一拳我就是提醒你 以后别再犯这种愚论错误 去劝别人夫妻离婚 我能理解你心情 所以我今天绝不还手 你就是把我打死了 有一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星子不爱你 你是永远得不到他的 王八蛋 你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 对吧 你怎么还欺人太深 你 我把他 你以为你不还手 我就不敢打是吧 你 你还手啊 你还 你怎么还手啊 我今天打死你 咱们就一命敌一命 你打我了 笑 我让你笑 周一文 周一文 你怎么回事 这小猪啊 快打死他 快打死他 快看着你吧 怎么回事啊 星子 星子 你没事吧 露西 露西你快走 他会打死你的 露西 星子 这就是你的纯津爱情是吧 好 我今天就成全你 你不进去 露西 露西 周一文 你干嘛 你话好好说 你话好好说 你干嘛这样 站在哪 他打你你怎么知道还手啊 你怎么那么傻啊你 明白的就是把你往死里打 你就那么挺着 打死了呢 让星子到底下等你去啊 谁想骂得对 你说你一个聪明人 怎么竟败糊涂事呢 你说现在可好 全世界都知道了 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你们骂我 我知道是为我好 可这事 我不是没想过后果 合着你就想好了 让他白白给打一顿啊 你愿意让人打我来打呗 干嘛让别人动手啊 不是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你 你气死人了 我 星子早就说过我 聪明反备聪明物 我不想做什么聪明人 只想老老实实的做人 不求名利 不求得失 只求温馨无愧 所以这次 朱一文就算是把我打死 也知道了 星子就会知道 我愿意为他而死 易光 我们本来是为了你的前途考虑 才劝你不要离婚的 可现在事情到了这种程度 再遮掩也遮掩不过去了 索性横下一条心 离了算了 没那么简单 我就这么放过他们 那我所收到的所有羞辱 一辈子都洗刷不掉了 易文 你可别干啥事啊 你可别干啥事啊 妈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你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自己 也会保护好咱们家的名誉的 我说 他谁可以要你 就不懂得出来 不懂得出来 我看他是谁要你的命 他根本不是要我的命 他是要陆西的命 你怎么就敢往前挡她 我要不挡的话 就砸在洛西头上了 那洛西怎么办 就完了 她完了关你什么事 立要离婚 我们也没反对 可你们现在 闹成这个样子 满城风雨 沸沸扬扬的 大家以后出门 还怎么见人呢 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说洛西要出点什么事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真是冤家 骨头没事吧 你看看 都总成什么样了 医生说了 再打骨头就断了 妈 这话你得跟洛西说 我的目标不是星子 是她不故意切得舍身相救 我有什么办法 时间不早了 你回去歇着吧 我也累了 一文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我们的想法是 你 妈 这是我跟星子的事 是吧 星子 我回去了 不送 你怎么打算呢 你怎么打算的行吗 我什么也没想 我什么也没想 你不想离婚 你会同意吗 你还是那么聪明 何必呢 你原先想维持的那种平衡都已经打破了 咱们现在 咱们现在至少还有美好的回忆啊 你还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美好的回忆 那你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记得我曾经多么地爱你 我尽我的所能去呵护你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记得你在受到陆西伤害的时候 我是怎么用我全身心的爱 去理解你 宽容你 接纳你和陪伴你的 我一天都没有忘 那你还能做出这种事情 岂不是更可耻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也真的努力 想去爱你 做你的好妻子 陪你度过一生 我 我只是 做不到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来我们是该有个了断了 不过星泽 我得提醒你 在我没有主动提出离婚之前 千万别再给我任何刺激了 好吗 找我了 你说呢 有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 那就开门见山 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 什么问题 你对我们家星泽的耐心 到底能持续多久 你真想知道 你总不会说是一辈子吧 让你说着了 他 你真懂的 你真懂我听 你真懂我听 星泽听到了 有的热泪盈眶了 我们家星泽就是这样 当年我给他念了几句情诗 他就以身相许了 他就以身相许了 很多情吧 老朱 你是在羞辱星子 也是在羞辱你自己 她可是你真心爱过的女人 对吧 我需要纠正你一个小小的语并 星子并不是我 真心爱过的女人 她是我一直真心爱着的女人 一直 你一定很想知道 我是打算成全你们俩呢 还是成全我自己 你不猜猜 不猜 你有话直说吧 好 那我就告诉你 我决定 成全你们俩 我等着听你下面的话呢 难怪人家都说陆夕聪明 果然如此 那好吧 我就直说了 我打算放弃星子 成全你们俩忠贞不渝的爱情 不过你得为此付出一点代价 行 你急什么呀 我还没说什么代价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任何代价 对 任何 你知道任何这个词的意思吗 当然 我都被你感动了 陆夕 不过我突然改主意了 我得好好想想 你到底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来换取星子的自由 我想好了 我想好了 会告诉你 好 我等着 这座搬运工和扶晓机 到底哪一行对星子更有吸引力呢 这小子找什么名堂 管他搞什么名堂呢 反正我都答应了 陆夕 你这千万别着着他道 我知道 任志 其实今天我还有一件正经事 要跟你商量 你真的就想在这个 这个装卸站干一辈子 什么意思 你干脆辞职吧 辞职跟我一起去做孵化生意 让我辞职 对 你不敢 不敢 你胆还这么小啊 我在这儿至少也是个铁饭碗 我能捧一辈子呀 你像我这样的辞了职 我干嘛去 要不了几天就饿死了 有我在我保证你饿不死 还有 你现在捧的这个铁饭碗 早晚会被砸烂的 我敢保证 真的假的 你有空多去看看报纸 等你以后再想变就晚了 我现在跟水箱要扩大再生产 正好缺人 你你想想 怎么样 行 行 不说话就是答应了 铁巷 你忙完手上的活 你先去吃饭吧 别管我了 哎 哎 很亮 还行吧 行 就是太热了 嘿嘿 你把你一半弄麻火了 哎 好 我告诉你啊 你要真到这儿来商量了 你就给我好好干 听见没有 好 不许你那碗瞎跑 嗯 你那些活动狗友的 少来了啊 哎 扣子扣子 你看着什么样呢 咱们别说 好 大毛来 水箱 别的事都好说 这事我可不能客气了 咱们这是干事业 不是混日子 我就是再缺人 我也不能找油盐不进那儿溜子 对不对 行行行 叫我干啥 脸都让你丢光 水箱 哎 咱们 哎 你赶紧走吧你 陆夕 你还真急很大忙啊 总得给他点教训吧 对 这小子是理是指 哎 他得得太容易啊 他就不知道珍惜 那这么说 你就是吓唬吓唬他的 你兄弟 不就是我兄弟吗 我还能真眼睁睁的 看他变成小油盲啊 不过你先别告诉他啊 要不要着着急了 嗯 你这是干嘛 干活的 哎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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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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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啊 免不了要麻烦你们 谢谢啊 辛苦啊 走啊 好 好好好 再见 慢走 过两天啊 我再去找村里谈谈 看看啊 能不能再给我米块地儿 能不能好扩大再生产啊 嗯 陆夕 你这一下子就要付五万只小鸡 五万呢 不知道咱卖给谁啊 世强啊 世强啊 这你就学学我 有陆夕在 咱俩就别操内心啊 拿 啥啊 让我看看 嘿 放心 这五万只小鸡 全是人家订的 五万只全订了 对 是一个养鸡专业户 她本来想订十万的 可是我一想 十万依咱们现在的条件 恐怕有点悬 我就只能忍痛订了 那 那 这个这能 能算数吗 哎 一听就是女人的话 女人咋的 别瞧不起你 嘿 对了 陆夕 只有五万这种单 也不是小数目 你想好了啊 是啊 我本来想贷款的 可是银行说 我们个体户户给贷的 我这不是正想着 找费去借钱的吗 算整了你会缺钱的 先用吧 这么多啊 咱们假装吗 哎 说好了啊 你挣钱得还我的 那当然了 啊 嗯 这钱啊 还是先搁你这 嗯 嗯 别丢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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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猫 你这几十块钱 都拿不出来 蹦得也太惨了吧 幾十块钱 能拿出来几块钱 就算幸运的了 啊 你为什么替我还钱 我跟你直说啊 你要让我还你钱 那可是红天满月的事了 谁让你还了 这不是小意思吗 哎 够哥们 够义钱 你比陆希那小子强多了 是吗 他怎么了 哼 以前呢 他差点就变成我姐夫 哎 现在我想在他那谋个差事 哎 他倒端起来了 不就是个浮华站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还看不上眼呢 你说他这么差劲 我们家星子怎么还 哎呀我忘了 还有一个比我更倒霉的呢 哎 前两天啊 陆希在屋子举这么一闹腾 全程都传遍了 我看你头上这点绿帽子 是摘不掉了 哎 哎 那我们也算 同事天下沦落人了 哎 哎 大忙 你怎么在这儿 你来找我 不是 我我我我我我我 我到别人家去 然后人没在家 啊 到我们家做做吧 我不去了 我有事我先走了 哎 再见 好 再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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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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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吓我一跳 人都说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大白天的 有什么好怕的 我刚看见大毛了 他是来咱家的吗 我和他来家里坐坐 怎么了 你原来不是最瞧不起他吗 以前我以貌取人 吃了不少苦 现在关键变了 这还得谢谢你 朱宇文 你寒山摄影的功夫越来越高啊 谢谢陈老师鼓励 我不管你拉大毛干什么 我警告你 玩活者闭自责 你别害了人大毛 我请大毛来家里坐坐 又触动你的哪根神经 可是大毛说他根本没来咱家 他要去找别人的 他要去找别人的 大毛 大毛 这说着说脑就回来了 干亏心事了 谁干亏心事的 今儿怎么一眨眼就跑没了 上哪儿困了一天啊 雷去哪儿 我告诉你啊 从明天开始不许再满世界疯跑 跟我到副房干活去 多不要我嘛 还不是为了给你点教训啊 又要了 哪就是呼呼你的 你陆希哥是怕你走弯路 把你当自己弟弟管 不知道好歹呢 人黑说了知道你手头紧 先给你预支点工资 让你有点积极器 拿着吧 不 我不要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以前见了钱跟狼似的 今天怎么还客气了呢 不 我 我不要 你就拿着吧 以后啊 别给你姐的脸上抹黑就行 怎么了 哑巴了你啊 姐 今天我在外面跟朋友喝了点酒 头疼 明天 明天我就和你去上班啊 我先回去睡着吧 想起来真好笑 为了拼夫 竟然对丈夫守身 我真正如玉 我真应该找个人给你立个针结牌坊 以示嘉许 你侮辱我 其实就等于侮辱你自己 两个人连说话都如初一辙 肃然起敬 不过放心吧 陈兴同志 现在就算把你放在我面前 我也不会有丝毫的兴趣 那你为什么还卷着我不放 你不是也一样没有自由吗 你别着急啊 我手果会有那么一天 不过 不过什么呀 我困了 得睡觉了 晚安 祝你在梦里跟您的相好 好好约会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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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干嘛去啊 可以啊 你俩干嘛去啊 什么呀大妈 生气啊 还行 就是味儿难闻点 你小子又想 又想不出力 又想味儿好闻 还想挣钱 这种事只有梦里才有 陆西哥 我听他们说 等小钱出口来 咱能赚不老少钱呢 以后赚的会更多 只要我们出力 前途是会有的 陆西哥 我以前小不懂事 得罪你了 你不会气恨我吧 我不气恨你 要说这些年 有气恨过谁 那就是我自己了 谁都会犯错 我也犯过不说错 犯了错误 别瞎埋怨 其实很多事情 都得自己负责 不 我 确实对不起你 行了 都是过去的事 以后别提了 对 我跟你姐说过了 我也没个弟弟什么的 以后 你就做我弟弟吧 怎么样 好 我可能有的时候 说多点管多点 不过都是为你好 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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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你 以前就你跟我说的那个 就当我没听见 以后我们各走各的啊 你是不是嫌少啊 嫌少我可以适当在家里 你给我再多我也不干了 你有什么可怕的呀 这事你一点风险都没有 就算事发了 是敢找你麻烦啊 你想 你不要脸 他们还要脸呢吧 他们好意思自己说出去 你才不要脸呢 我告诉你 我就是不想再害人了 你这会儿想当好人了 那当时沈小妹 让你害人的时候 你怎么就不是人了呢 但我还告诉你 那天你在我们家 说的所有的话 我都录音了 这可是你亲口说出来的 以后这事情 一旦追究起来 沈小妹已经死了 那责任全在你头上 朱一文 没想到你这么阴际 没办法 我也是被逼的 大猫 你再想想 你站到我的角度上 你再想想 你就不怕把陈欣给毁了 我就是要把他们毁了 朱一文 别人都说我是小林萌 可跟你比起来 我还差得远呢 你连你自己最爱的女人 都要毁了 你还算是个人吗 呸 留言点 白痴 我告诉你 一辈都被想翻过山来 同志们 同志们 听领导宣布一个好消息 咱们这次的单子率 比上次大大的降低了 你再过两天 我们就要丰收了 好消息 到我们家 是 你这破了嗓子还唱歌呢 下来的小鸡不敢出口 别别别 压嘴 没关系 你现在拦都拦不住 它是必然要出来的 五万只小鸡将来到这个世界上 五万 哎呀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小鸡呢 哎 泳汁 哎 傻瞧啥呀你 我 哎 你说 我眼里看着这么些蛋 它脑子里怎么全是钱呢 钱 哎呀 就是这老钱 来来来来 来来给你去 来来 哎呀 这回我的驾状能回来了吧 嘿 喝止价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是王卫兵王主任吗 您是 您好 您好 我是 我是人大朱主任的儿子 我叫朱一文 朱主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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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长那么高了 来 坐 坐 坐 那走到外面看吧 好 走 您好 像您这么平丽近人的文章 还真的是 我一次见过 过去 过去 今天高兴一下 您高兴就行 来来来 来 再来一杯 这杯我敬朱主任 那我 就替我爸爸喝了 爽快 不白您说啊 这一点 我还真的挺像我父亲的 当初要不是你父亲帮忙 我也没有今天 今后 你有什么事儿 你只管找我 朱科长 你好像有事儿 王主任 您别老朱科长 朱科长呢 我 我真不敢当 你就叫我小朱 或者就叫我一文 好吗 那就叫一文 一文啊 你好像有事儿 不提了 你看你看 你又见外了吧 你说 王主任 既然这样 您如果不嫌弃 我就叫您一声 王大哥 对 叫大哥 来 来 再来一瓶 王大哥 我今天也豁出去了 我也不怕您笑话 其实 我这心里头 来 没事儿 没事儿 谁谁谁 谁要敢挡我小弟的照 我我我 我我把他砍了 那是 我的 我的我身上 你放心不放心 放心 大哥您存在 这样子都 你告诉我 什么事儿 不要找我 你 你你你尽管放心 谁啊 谁啊 我倒杯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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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别那么急着走啊 喝多了是吧 哈哈 哈哈 没有 哈哈 除了你这副罪态 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可笑 不快 很快你就会知道 就在这儿啊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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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走走 好快点 啊 干什么呀你们 看见没有 啊 啊 付化防控的随便进啊 你们的负责员呢 那从这儿啊 他不在 您来出院来来来 不是不是不是 你们的营业制造呢 该办的手续呢 该办的我们都办了 对 负责人不在 要不然你等他回啊 没手续就少废话 没手续还敢开张 没手续就叫非法经营 非法经营我们就得取决 走 你们怎么没有 同志 同志 这什么呀你们 我们这批的等待质量非常少 所以付出来的小鸡啊 质量一定差 那太好了 这回我们扩大养殖规模 全靠你了 那没问题 我们互相 这回我们扩大养殖规模 我们扩大养殖规模 我们扩大养殖规模 死了 就要去全死了 明天就要出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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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 这是我半年的工资 拿去吧 我们一起不怕过得去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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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啊 这事跟朱一文有关系 前几天朱一文找到我了 要给我钱让我干件坏事 就是要害陆希哥 还有星子 你 可我没干啊 我把钱还给他了 我就是怕朱一文不死心 这就对了 我人刚一走他们人就冲进来了 这肯定是准备好的 就是要倒轨 陆王八蛋 我找他算账去 永志 是 要是朱一文干的 就算了 算了 算了 不能便宜那小子 陆希哥 你要是没证据 我给你做证人啊 我说算了自然有我的理由 你们就别问了 陆希哥 咱不能这么算了 这小子太坏了 你知道他让我做什么吗 什么 什么